帶你來 11點熱炒店最糟蹭 不像不辣不上 說台灣人很好客 我的好客也是出名的 是嗎 我的好客 你怎麼都沒有邀請他 因為我們剛認識不久 以前在節目上碰到 很多是想邀你 可是想想說 你也是我敬重的大哥的老婆 什麼大哥 你才是我聰明的老婆 對啦 就是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有 強烈道德感的 冷靜 就不能越過道德的邊境 但是我是真的很浩克 我們家三不五十就是 潘若迪 郭彥均 張維忠 就都這些來我們家 來到什麼程度呢 來到他們已經用我家的密碼了 隨時可以進來 好熟喔 我跟你講 密碼 用了密碼的人就可以來我家洗澡 密碼 密碼公 來 密碼請看這裡 常常我老婆買一堆零食對不對 回家要吃沒有了 她就跟我說 我出去工作的時候洗澡在我們家 她就通通吃光了這樣 妳浩克嗎 我還滿喜歡邀請朋友到家裡的 對 然後我通常邀請朋友到家裡都是 也就是一定是喝酒 吃飯喝酒 但沒有什麼餘性節目 就是從近來到離開都是在喝酒 會有伴手禮這一類的嗎 伴手禮喔 好像沒有 但是譬如說有一些女生來我家 那我不是有很多的保養品 化妝品自己用不完的 我就會分送 用不完就給她們 不是啦 就是 不是用不完是說 妳的意思不是這樣 還是這樣子 譬如說一起分享 我的口紅會有很多種顏色 那有一些我可能拆開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適合誰 我就會分給她們 今天來的都是很懂代客知道的 對 代客知道 代客經驗非常老道的來賓們 首先歡迎齊慧 嗨 嗨 接下來張子晴 嗨 還有熊熊 嗨 好 接下來我們這邊 李明川 何佳玟 你好 你好 你雅倫 雅倫 好 我們都希望來我們家是好客人 但是有時候常常會碰到 就是沒那麼OK的客人 討厭遇到什麼樣的客人 今天來的這群好主人 他們最討厭遇到的是哪一種客人 來熊熊 來熊熊 最討厭遇到什麼客人 我最討厭遇到吃喝拉撒玩 然後就拍拍屁股走人的人 他不然還要跑 要不然要幹嘛 是很多人都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我家是真的是 因為我非常喜歡朋友來我家 就我沒有那麼喜歡去別人家 但我喜歡別人來就是打擾我這樣 然後像我是那種 比如說朋友來我家打麻將 通常有一些人家裡會收冬錢 或是什麼 我都不會收 而且他們要吃飯要幹嘛 要喝飲料 我沒有在動 我就是因為我偶爾 我就會覺得沒關係 就是大家開心就好 要吃什麼要喝什麼都OK 我都不會跟你們收錢 我唯一一個要求就是 因為我不喜歡打掃 所以你們吃完喝完的東西 你們要幫我收完 這很重要 對 然後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招待一組朋友 我就是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他們現在被我封殺 真的很誇張 我那一次是他們來我家打麻將 然後一邊喝酒 小桌 然後他們喝了酒 打了麻將之後 就有點欲罷不能了 但是因為我後面有事 我就想說看他們還玩得滿開心 我就想看他們剩一點點酒 我就說 那不然你們繼續喝 我先出門 因為我家是那個電子鎖 你們關起來就可以出去了 我就說好 那你們就離開的時候 就是記得幫我關門這樣 然後結果我大概出去了 兩個小時之後 我想說 怎麼都沒有人訊息我 說我離開你家了什麼的 我就訊息其中一個人 他就說 我們喝醉了 我剛離開 然後另外一個人還在你家睡 然後我想說 好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他可能還在我家 然後我就回到家之後發現 第一個 我的大門沒關 我那個電子鎖 他們沒有給我關好 然後門是 你知道那個門縫是打開的 我想說 然後我打開 好想我的狗還在 結果看到狗還在之後 先是一個欣慰 然後立刻生氣 因為我的狗 然後地板上一堆這種零食 天啊 那狗濕的 不是 那個是人濕的 然後掉到地上 我的狗在濕 比狗還不如 那個是辣的餅乾 結果我的狗 拉肚子拉得 拉稀拉得到處客廳東 都是因為 然後尿尿大便 全部都在客廳 然後重點是 他們連那個廚房的門 客房的門都沒關 我想說客房的門 怎麼會沒關呢 我打開看客房 平常棉被是折好的 亂到不行 因為有人自己進去客房睡覺 後來我看桌上 桌上有那個灑出來的酒水 他們還自己去翻 因為我廚房的櫃子被打開 他們自己喝不夠 卻有廚房的櫃子 把我的酒全部喝完 是米酒 不是 一瓶威士忌 一瓶紅酒 對 然後就是弄得到處 亂七八糟 喝醉了 對 他們喝醉 然後覺得他們因為他們醉 然後酒醒就喝醉 然後就回家了這樣子 後來就不來往了 我後來就訊息他們 我就拍給他們 就說你們在幹嘛 我就說你們 來 所以有彭自遠方來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聽到的是一些 可能會讓我們覺得 沒那麼舒服的奧客 來到自己家 但是今天來都是好客人 所以好客人的優質代客之道 來 熊熊 熊先來說 妳有多好客 妳的代客之道 來 我家基本上就是一個 五星級的遊樂場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我家 為什麼妳這樣講 我家所有的 比如說電動麻將桌 跑步機 按摩椅 然後還有按腳的 桌遊 我家所有的遊戲 黑背都有 妳都是為了朋友所設計的 對 還有調酒的 很厲害 因為像其實我沒有在看 酒工格非常重要 對 對 還有骰中 我家還有 你骰中也很重要 對 我家就基本上 因為其實我家的按摩椅 跑步機 看電視 我電視是買65吋的 因為我這幾個人 其實我平常根本沒有在看電視 但因為我覺得朋友來家裡面 如果一起擠那個小電視 眼睛會不好 真的 所以我就特別買了一個大電視 然後我是怎麼樣 你知道 我那個沙發 這邊 有一個人形可以這樣躺的 這邊還幫他們放一個按腳的 所以你這樣躺著 你腳這樣伸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是有按摩椅 然後我就有朋友 是特別來我家做按摩椅 他就說 比如說熊熊 妳現在在家嗎 我說對 他說我等一下要接下來去錄影 但是我現在中間沒事 那我可以去你家做一下按摩椅 對 然後我跟妳講 我家好到什麼程度 就是因為我家有那個電動麻將桌 然後我還是買最貴的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朋友 就是他們 他去相親 那相親他們就一人帶了一個 比如說女生就帶了一個女生朋友 男生也帶了一個男生朋友 他們就一起吃飯然後互相認識 吃完飯之後他們不知道要去哪 他們就打給我 就說熊熊妳在幹嘛 我說我在家 他說可以去你家打麻將嗎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們是三缺一要找我加入 結果沒有他們自己四個人剛好 然後 妳家快要變成公共廠 對 然後自然剛好 然後因為又不收冬錢 所以我還在那邊 他就說沒有我們四個人剛好 我們去你家打麻將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幫他們把麻將桌拿出來 然後還幫他們都先弄好 都捏弄好 然後來了之後 因為他們四個人都要打麻將 就不能動 那自然就是我要倒飲料給他們 倒酒水 他們還自備那個喝剩下的酒 我就喝一喝 邊喝邊打 喝上癮了 喝開了 酒沒了 他說那我們再叫那個紅酒 網路不是可以釘那個紅酒 他們就叫了六瓶 什麼意思 叫了六瓶紅酒 然後就說熊妳一起喝這樣 結果我就喝醉了 然後在喝醉的過程中 他們自己在那邊玩 我已經不記得 因為我隔天醒來 我是收到一張照片 就是我喝醉 睡在我家沙發上 然後手上還拿著紅酒 因為我睡著了 我的意思就是我家基本上 就是給他們拿來玩的 因為那些東西都不是我自己玩的 就是我是可以人不在家 然後把家丟給他們 因為我相信他們會幫我收好就OK 那對